梁仲恒和游慧晶就宣誓案的终极上诉许可 早早在终审法院 由首席法官马道立 常任法官李仪和霍兆江处理 代表梁仲恒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彭力克 陈池的时候说 上诉涉及重大宪制争议 基本法第104条 无列明议员宣誓无效后 不可以再作第二次宣誓 和拒绝宣誓的后果是什么 至于是否批准第二次宣誓 是立法会内部事务 在不干预原则下 应该由立法会主席决定 彭力克又要求法庭 厘清宣誓及声明条例 是否不准议员再宣誓 只宣誓无效 不等同拒绝或忽略宣誓 法庭在解释人大释法的时候 应该考虑释法本身 是否违反本案市民的宪制权 马道立质疑 彭力克的说法 是要本港法庭就人大释法再解释 但基本法没有赋予空间 给法庭这样做 而常任法官李仪就说 两人虽然是由市民投票选出 但宣誓时不符合要求 等同令自己失去资格 代表尤惠晶的资深大律师李志喜就说 宣誓及声明条例 是用以决定宣誓人 有没有完成宣誓 和有没有读出誓词 不应该考虑他的意图 法官听取良由一方陈词之后 休庭大约半个小时 再开庭后 未听政府一方的陈词 就宣布拒绝两人的上诉申请 指他们的上诉理据 没有可争辩之处 请稍后会颁布判辞 首先作为两位民选的代议士 我和尤惠晶 没有办法去捍卫到 这个选举的结果 我们仅此致歉 很对不起 我会说如果让我去后悔的话 让我知道了所有结果 让我去后悔 我会说我不会参与这个选举 当选举一个人民的授权的一个过程 是会轻易给一个没有人民授权的政府 去推翻的话 我看不到为何我会参加这个选举 今天DQ案拜托并不是我们两个的终点 政府不让我进入立法会 但是我在立法会外面 有另外一片天空 有很多很多的事等着我们去做 他们两人都没有表明是否参与补选 法院裁定他们要支付仲费 梁仲恒估计还费要1200万元 他们很可能要破产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在裁决之后说 秘书处会按照行管会的决定 追收两人所欠的全部款项 每人涉及93万元 梁仲恒和游慧晶 去年10月在立法会宣誓就职的时候 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词 宣读誓词时 又涉嫌刻意改变部分读音 被指是辱话和讲粗口 上届政府入品质疑他们的议员资格 人大常委会期后主动释法 高等法院之后裁定 他们宣誓无效取消议员资格 他们曾提出上诉 但被上诉停驳回 到今天这宗宣誓案正式画上句号 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军报道 注定相 decisions із这三二一件事 不可行 我们来不可行